來到明古屋當然要去Nagoland 上集跟你們說完Nagoland之後 今集是跟你們說鐵道館 就是在Nagoland附近 我們馬上出發 好多謝你今天來收看 在開始之前記得訂閱我 多謝 之後現在就出發去鐵路百物館 玩完Nagoland之後 我們就準備去這個鐵道館 就是走8分鐘就到了 來鐵路館就要自己買票 還要付電子的 就1000日圓一位 想不到是多少人進來看的 一進來就看到這樣了 這裡是他們的火車車牌 是不是很漂亮呢 新幹線 但新就是這一步了 東京去大阪只有3小時 這裡可以看到新幹線 鐵路歷史 還可以感受到高速列車的進步 這架是七八峽 出燈的 超高速 這架是1995年誕生的 全世界速度紀錄580 嘩 1km每小時 1995年的時候 他們的技術已經是超級厲害了 這裡有很多部最新 這裡一共展示了39輛列車 可以近距離接觸和乘坐 嘩 那輛好可愛 這些已經有些是過了期 即不是過了期 是比較退役一些 現在用了一些最新款 但都不夠 澳洲都還沒跟到 火車的形狀很漂亮 啊 流線型 真的 就是這樣 這裡也有很多個位置 可以讓你扔一下印仔 這個是模擬坐近高速列車的視角 這裡是看到很多日本科技非常先進 2027年的磁浮列車 會每小時行到603km 真的快速過飛機了 這個位置還可以開火車 嘩 很棒啊 那些模型真的做得很厲害 超級無敵精緻 是超級無敵的 上層看下去就看到超多的車 Vivian又餓了 那我們看看這裡有什麼吃 這裡是可以吃到鐵路的餐 日本的東西真的很精緻 水盡也是火車的 那上面的午餐也是火車的樣子 是不是每樣都很精緻很漂亮呢 很想吃呢 超級無敵的 他們的午餐櫃子 這裡可以吃到這個午餐櫃子 是1380日圓 然後就有這個盒子 我們就是由東京玩到來明古 之後就會去京都然後去大阪 這些人設計得很厲害 而且這個火車真的很厲害 火車的進化歷史 厲害 日本真的沒得輸 那些火車真的很厲害 我們昨天坐好了 就是超級快 小朋友的玩具室 有富士山 有富士山 有東京鐵塔 很厲害 這個模仿地震的時候 然後到這裡還有一個湖外的展覽室 可以看到一個湖外版的火車 我們前幾天就是由東京坐新幹線來明古屋 感受到日本的火車真的很快很厲害 最後就看看這裡有什麼手信可以買 這些好可愛 我想如果火車迷的朋友們都會被這裡吸引 去完這個Lagoland真的可以來這裡看看 因為是順手來的 然後就有這些食物 是很棒的 有趣的物體 這就是有展覽室的物體 很可愛 下集和你們去Eon Mall逛逛逛 介紹一下有什麼好吃 還有很漂亮的圖書店 我們下集再見 多謝你 拜拜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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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放